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些要問 第一宗要問 話說香港的民主黨 昨天終於舉行了一個特別會員大會 主席羅健熙會後表示 大會決定授權他們內部一個組織 即是最高權力機構叫中委會 會處理參選立法會的因選機制 又以報名參選的黨員 要報備中委會 再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等黨友質詢參選人 再決定對方是否可以參選 他說如果沒有人報名 就不用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暫時未有人已經聲明會參選 但確保是走足程序 所以這就是民主黨 因為都被很多人分散 所以就不可以阻止別人參選 他首先不可以阻止別人參選 但又不可以參選 那要視乎參選已經是一個板上釘釘的事 問題就是那個人向民主黨的身份參選 民主黨員的身份參選 還是原來這個東西這麼小 我叫他弄了出來 原來這個進制是搞不定的 都挺好 指下這些地方 是 但問題就是 但結果其他的位置怎麼辦呢 我覺得有些少少 要默很大張 是呀 因為這樣是OK的 但問題就是 工作人員來說是OK的 但問題是其他地方應該怎麼搞呢 那就搞不定 如果是這樣 我應該想一想 怎麼搞 剛剛才看到這張東西 就是他們默了 香港民主黨 是 因為這件事已經是決定了 因為你不可以阻止他們 問會員身份還是 問會員身份還是 問黨員身份還是 非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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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政黨 是可以不參選的 是 是 你可以不參選 但現在的香港 的社會環境 你就不可以阻止 那些人參選 OK 那現在的情況 就出現一件事 反而是說 湯家驊 就想參選 就叫夏博爾 去支持他參選 提名他 一夏博爾大律師公會 OK 那麼 夏博爾的答案就是 你這麼多人參 選舉不值得參與為理由拒絕 如果夏博爾的理由是 我不喜歡你 我不認為你值得提名 OK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用選舉 他不值得參加的理由 去提名 去否決 湯家驊 其實夏博爾 應該犯了個案 直接可以抓他 但是湯家驊當然要避案 因為你沒有湯家驊 後供你就不夠了 是 那就看看夏博爾 怎樣處理 OK 所以現在呢 都要少許時間才知道 究竟有沒有些人 會以民主黨員的身份 聲稱參選 然後就看 民主黨召的特別會員 大會質詢的人 我們現在又看看外國選舉 話說 德國大選開始了 即他們聯邦議員 在9月26日開始 有七個主要政黨的候選人 就在最後一輪的電視辯論裡 就和大家爭論這個對話政策 根據民調來看 社民黨支持率大約25% 基民黨和基社民這兩個姊妹 黨派大約是22%左右 綠黨16% 其他的都不一般 德國總理物依依親自出馬 去幫人拉票 而他們在電視辯論的時候 有說到一些中國的政策 他就說 他們引順他們的說法 就評擊現在的 你應該說誰的有說法 你評擊是誰的 評擊的嘛 你也要說 不是他們 綠黨的候選人 就評擊現在麥伊伊的政府 對這個專制政權太軟弱 導致中國和俄羅斯的國家坐大 希望有一套歐盟的共同對華政策 就避免被挑撥離間 逐個擊破 所以其他細政黨其實都贊成的 而執政的基社黨制裁 反駁 德國就不應該向中國陷離 但也不必對中國指手或腳 指責綠黨在對華政策上 世界觀不成熟等等 現在全世界 當中國崩起之後 全世界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 包括香港也是一個狀況 因為有兩種生意人 一種生意人 就是一個Global的生意人 他必須要中國 譬如你被告的話 有些可可樂 他在中國有市場 有一部分人 譬如Governsex 在中國有市場 另一部分就是在本地蓋房子 在中國有市場 譬如說 譬如香港 在幾年前 在梁井執政的時候 基本上在中國是完全沒有投資的 他們後來其實有多投資 有些是在中國有很多投資 大家的取向是非常不同 譬如周大福 周大福在中國 周大福在中國有很多投資 即是新世界 是的 所以新世界酒店 周大福 所以其實有兩種不同的取向 在德國是一樣 德國為什麼 綠黨反對 因為支持他們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拆中國 他還很仇視 因為那些 譬如你是賓車的那些 你做中國生意的時候 還是令到他們覺得窮了 最好大家一起抱著死 不關我們事 所以永遠都是有這樣的狀況 這個究竟是Globalization 還是Localization 這兩樣東西 本身是存在了幾千年 即是本土主義存在了幾千年 但是因為以前的時候 中央政府或國際線 整件事就很少 現在越來越嚴重 現在經濟影響越來越大 或者民眾的說話越來越大 於是就會有這樣的爭吵 我想全世界都會有相同的爭吵 即是你是不是想把我餅做大佬 那你想把我餅做小 那你就會非常貧窮 如果是這樣的話 問題就是 你的國家的競爭力 你就會不夠別人的競爭力 即是你好像表面上好了 但問題就是 你表面上好像沒所謂 但你會發現別人 一直趕過自己的時候 就不太妥了 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就是一直綁著後腳 你好像覺得沒什麼不妥 我和中國做生意 我都沒有好處的 台灣和大陸做生意 他有些人完全沒有好處 但原來不是 那個餅其實是小了 至於德國的選情 其實幾邊的支持率 其實相差都比較近 所以要開股 揭衷那一刻 才知道他們究竟 麥伊伊的政黨 能不能繼續執政 好 下一篇就是 加拿大人 康明海和施帕弗 認罪和悔罪 應該悔過 依法取暴後審 因為大家都知道 震撼中國的消息就是 孟晚舟獲釋返回中國 基本上在深圳 受到英雄式的接待 而中國官媒就報道 在中國涉及間諜罪的 加拿大公民 剛剛讀的兩個名字 已經是取暴後審 以及已經回到加拿大 他們兩個被告人 對犯罪事實公認不為 並且親不書寫 認罪悔罪的材料 因為他們 以新患疾病為由 申請取暴後審 經過有關部門 和專業醫療機構診斷之後 再加上由加拿大駐華 大使擔保 就放了他出去 現在都回到加拿大 因為他們兩個 涉及到一些 境外刺探 亂拍照等等 身次被國家捕捉了 現在很明顯 人質大家放了一些人 他放了一個 你放了兩個 因為你捕我一個 你放了兩個 你放我一個 要放我們兩個 這個不是一個 得水事件來的 因為一向都是這樣的狀況 而其實 我都說 所有這些都是一些特務來的 所以這個特務 也不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大約會是這樣的狀況 有些人就開玩笑 為什麼不放吳亦凡 吳亦凡都是加拿大公民 這樣說 因為加拿大公民 他這兩個真的是間諜 所以他一定要捕了兩個間諜 加拿大小的桶 就是幫加拿大政府做事 正如孟晚舟本身 是在中國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你捕了小的桶 大家一定要等價 吳亦凡的地位太低 你不是一個等價狀況 不是一個等價狀況 但是在加拿大的時候 他覺得 見事就是這樣 加拿大有些 我不能怪無辜 但問題就是 見事是不是由加拿大決定 美國決定的 你做年輕人的話 就真的很慘 整件事 那現在他算不算 向中國釋出善意呢 這個是美國的問題 不是加拿大問題 加拿大沒有資格決定的 我記得 那是不是美國向中國釋出善意 美國其實已經不止 這個是因為清單問題 在七月的時候 中國有一個清單給他 那我覺得 這是個別的個案的清單 那因為 美國是 這輪的時候 他一直都是這樣 他在軍事方面 就強硬了 但問題在政治方面 在這些經濟方面 他就釋出善意 我想他的經濟會有少許問題 就是他的虛火太盛 就需要中國幫忙 明白 因為他要通脹得太厲害 所以他需要重啟貿易戰 而他發現 衝著孟晚舟的 都沒有什麼好處 衝著孟晚舟 沒有什麼好處 整件事 整件事有得不償失 就是中國用太大的力量去反抗 而且孟晚舟的話 你華為也會繼續動 你除了令到中國難受 之後 完全一點實質好處都沒有 但中國就會用實質去對付你 還有你令中國難受 中國令你更加難受 那件事的問題 當然他不介意令中國難受 但他希望你難受的時候 即是這樣 他希望你難受的時候 是真的被蝕了你 令到你坦了那種難受 他不是希望令到你心理難受 那種難受 即是好像媽媽打兒子那樣 即是你以為兒子會害怕 但兒子會害怕 那樣子就貴氣了 即是類似 好 那最後一個要問 就是日本的自民黨總裁選舉 他們有個在星期日的辯論 被問到在澳洲英國美國的 澳英美聯盟的一個防衛協議之後 日本是否應該考慮部署核子潛艇 那要河野太郎回答 如果部署核子潛艇有提高軍事潛力的話 他認為就一定要擁有 對日本來說非常重要 還有就要研究全方位的使用核潛艇的區域 和部署開支作內的問題等等 變成其中另外在辯論上 都有提到同性婚姻的問題 自民黨內就有提到這個議題很不安 跟河野太郎支持這個同性婚姻有很大的對比 而最後在電話民調訪問他們的黨員裏 有47.4%的人認為河野太郎適合當黨總裁 也是在四個黨總裁的支持度最高的 我不知道同性婚姻在政治上究竟重要性有多大 因為在我來說根本是很小事 因為同性婚姻已經是一定要支持的 至少不能反對同性婚姻 但同性婚姻究竟可不可以呢 當然在蔡英文心目中 同性婚姻就非常之重要 但在普通的選民之中 大家會不會這麼贊成或者反感呢 但可能有大約有3-5%的人就會很支持他們 所以你就是想取得那3-5% 只要其他那90多%的人不反對的話 你也是有好處的 因為那些人很死忠 即同性戀的人很死忠 所以這個對於選票就有這個好處 你多幾百分就很重要 但是呢 至於核子潛艇應該每個國家都想擁有 問題就是你是不是給它擁有 你只要給它擁有 除了阿富汗之外 每個都會想擁有 因為阿富汗是六權國家 所以沒有辦法擁有 即是無法擁有 所以問題就是 因為日本的核技術都很成熟 所以它擁有核子潛艇 比較是澳洲的時候會快發展 還有在海軍方面都很成熟 但問題就是 美國會不會容許 會不會舒服日本擁有這些核子潛艇 這個很奇怪 因為美國已經擁有核電廠 所以核子潛艇只是差一步 那其實它擁有核子潛艇 和澳洲擁有核子潛艇的分別是什麼 在哪邊那個 大家都是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是白人 這個年輕人 這個大分別 OK 所以呢 在美國來說 它會不會不記得 因為我如果在美國 我都不會容許日本擁有核電廠 但問題是美國都容許了它擁有 所以沒有擁有核電廠 反正都是給核潛艇 我建議對中國當然會構成壓力 但問題亦都有一種可能是 要能夠拗春袋的狀況 我覺得是 要看美國的什麼 因為美國不是想自己放這麼多水 但它還要誘惑潛艇 澳洲可能要搞到2040年 日本可能也要搞10年8年 我猜是 不是那麼早能夠做到 而且美國不是那麼願意 因為它也是全力地做 不是那麼容易灌輸自己的技術 或者灌輸的產能給日本 究竟怎樣做 它不灌輸技術的話 日本是做不到的 不過日本可能勉強可以做到的 你不灌輸產能的話 即是日本不是幫你買 而是自己做的話 那你就沒有著數了 是 所以就繼續看看之後的發展 因為接下來好像有很多選舉會發生 看來也有很多議題可以說 那今天要問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